日前議員李州中替碧州活動中心 爭取綠美化環境工程 由於經費不足的關係 導致工程延後 議員會同縣府等相關單位 再次前往會堪 希望替居民再多爭取建設 讓地方有一個舒適的活動空間 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特別來幫我們 鳳飛里長來幫他支援 經費上的不足 都方面 再來幫他收聽 做完美 讓社區 特地安全和美觀 碧州活動中心 由農村再造計畫建設 平日園映及環境 就由附近居民整理 但部分的設備 有年久失修的情況 居民希望能整修 讓社區長輩和小朋友 有一個安全的運動場所 很感謝 議長議員 跟我們贊助這個經費 希望在日期間來 改善環境 讓大家有一個 比較優質的生活空間 平日居民都會利用空前之餘 前往社區活動中心運動 議員李周中也希望 未來縣府等相關單位 能夠多加重視 提供更好的舒適環境給民眾 相關單位 我們民政處 對到我們國立 這個休閒娛樂的部分 可以說 競加多方面的資源 因為地方經費的不中 希望我們管府 作為高的範圍 可以跟地方幫忙 所有的社區 國立的社區 都可以進散進美 富合 利美化 環境的融合 還有安全的措施 都可以說環境 都可以創作出來 請議員當地 可以跟我們幫忙 議員相當重視居民的生活品質 未來也會持續的 替地方爭取建設 提供更好的休閒空間 讓長輩可以安心的 帶小朋友前來遊玩 明義新聞 中博軍草屯傳播到